第2個Animal Flow的動作是Beast 這個動作可以訓練我們的協調性 和核心肌群的部分 有助肩膊上發展的穩定性 開始的時候先趴下 雙腸和腳尖碰地 對齊 同時協位對著膝頭 然後慢慢提起膝頭開始走 走的時候要將膝頭碰到手的位置 做這個動作有兩點要注意 第一是手腳方面 手心是動作的重心 千萬不要向橫擺 同時腳尖要碰地 第二 臀部位置不要跌得太高 不是做的時候臀部就會擺來擺去 大約向前爬五下 做兩至三組 這樣就可以休息一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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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